因为这个胸围很难找 所以你必须要 顺着这个向上摸到这个喉 就是捕它窝着这个位置 向上你的力量不要平处 平处也是会滑掉的 一定要向里坑 向斜下方的力量 哦 其实这部位的面积是最大的 对 所以是 那你不能真的踢到 虽然我三个孩子已经够了 但是呢 未来还是 对 有保护期的 对 所以就是可以 啊 哎呦 还有就是如果我们坐下 抓个头发的话 他抓我走 我使劲抓住他的手 你弄我 那我就拖得很重 我就跟着他一起走 对 然后我再想办法 想任何办法 去攻击他 比如说踢当 对 哦 我们有近身有远身 一般远身的话 我们能跑就跑 不要练战 如果他 你真的被对方抓住 抓住 这个时候可能因人而已 他如果很弱小的话 你可以使用一些 比如说抠住他的手腕 或者说这样 做一个 从下往上 就可以了 就抓不起 哎呦 然后顺势的时候 去打他的下颚 下颚的地方 通常女生会比较矮一点 如果是矮的话 没有关系 如果抓住的话 你可以摸到他的胸部 是不是 对 就是你的手 要按照一个穴位 就像我刚刚讲的 那个用手指 挡着穴位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穴位很难找 所以你必须要 顺到这个向上摸到这个喉 就是骨头窝着这个位置 像 你的力量不要平处 平处也是会滑掉的 一定要向你抠 像斜下方的力量 哦 真的很痛 我们人的船里太多的部位了 是贵弱的 如果你个子特别矮的话 就是要攻击 上部以下的地方 如果你是这种踢腿的话 不太容易准 因为我们的脚 前边的力量有限 我们讲求的力量是 刷自于这个部位 对 其实这部位的面积是最大的 对 而且它上边也能防住 对 下边也能勾住 对 所以是 跟 但你不能真的踢到我 对 虽然我三个孩子已经够了 但是呢 未来还是 对 有保护其的 对 如果是脚尖力量 你也有可能会 有脚尖 对 但是这个力量是很大 面积也大 所以就是可以 就用这样的方式 再来就是刚刚讲的 人中 对 皮子 眼睛 你可以 这些都是攻击的方法 你可以给我任何的招式 我都可以 对 想办法 剪掉 比如说我要 一般都是 抓头啊 或什么这样子 抓头的话 其实我没有必要 需要攻击他 如果你不知道是危险的话 他只是闹着玩 或怎么样 如果这样的话 你直接可以 一拢 拢 好笑就可以了 那如果有很多男生 喜欢从后面 这样抓头发 怎么办 如果抓着头发 第一个 不要去挣脱 因为这样挣脱的话 头发会变 然后会非常痛 你会失去行动能力 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一定要把他的手按住 你抓 我抓 我跟你走就是了 但是呢 我可以抓住我的时机 如果我中心现在不稳 我不出招的 但如果这时候 我的中心找到了 对 我就可以转身 哎呀 救救我 救救我 对 还有就是如果我们坐下 抓个头发的话 他抓我走 走 如果我这样呢 我会没有行动能力 但如果说我抓住他的手 我使劲抓住他的手 你弄我 那我就拖得很重 我就跟着他一起走 对 然后我再想办法 想任何办法 去攻击他 比如说踢当 对 啊 踢 对 对 说到没有 说到没有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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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